歡迎回到新聞大追集的節目現場 上一段節目告訴大家 你去吃尾牙的時候 要做對方位之外 你要穿對衣服也很重要 鄭老師就要告訴大家 不同生命領數的人 要穿的顏色也不一樣 是 知道 其實我們講 開運有很多種方法 不管是生肖開運也好 或者是所謂的 就是一般的星座開運也好 我今天教大家比較另類的 就是所謂生命領數的 一個開運顏色 其實很簡單 就是夕陽的 我們講生日數字加起來 舉個例子來說 假設你是1972年 6月17號生的朋友 那麼就是1加9 就是等於10 那麼再加7就17 再加2就19 然後再加6 因為6月 那麼就變成是所謂的25 什麼 35 35 35再加1 就36 再加7 那就變成43 就把所有數字加起來 那麼43最後你要再加一次 因為都要加成個位數 加到個位數就對了 所以加到個位數的時候 是等於7 這個時候我們就來看 7跟8 在五行當中是金 那麼你要多穿白色系的衣服 尤其是那一天 如果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可以坐到東北位 你又穿穿白色系的衣服 還有那個大獎 手機旺旺來就對了 我們也來看一下 如果你的生命靈數 算出來是1跟2的朋友 在五行當中數目 這時候你可以穿個綠色系的衣服 如果本身來講 你會怕說綠色太突兀 你可以內衣穿綠色的 可是內衣要走到綠色 好像也不太容易 臉塗綠可以嗎 臉塗綠 臉塗綠那就不太好 就身上穿主要一個綠色就對了 對 或者戴個玉在身上 也非常的適合 身上有個綠色的 對 那麼如果在你的生命靈數 是3跟4 在五行當中是屬火 那麼屬火 就是你可以穿個大紅大紫的顏色 那麼我知道現在過年 大家很喜歡買那個什麼 開運內衣 可是開運內衣 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穿紅色的 那麼在五行當中 是屬於3、4的朋友 你特別可以穿紅色內衣 那麼來再找到 我們講的東北位 是 那麼是很旺的一個方位 那麼再來看 如果你的生命靈數是5跟6 那麼在五行當中是屬土的 這時候你可以大膽的穿金黃色系 像老師今天的香檳精 也可以試試看 原來有設計過 大地色系 對 那麼剛剛講過 7跟8屬金 就是多穿百色系 但如果你要戴個鑽戒也可以 那好溫潭 穩鑽 但是有人說 讚喔 對 有人說 如果說我的生命靈數是90 是屬水囉 那是不是戴個藍鑽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藍鑽有藍鑽的諧音 拍彈 所以我建議如果大家要抽尾牙 不要戴個藍鑽就拍彈 還是不要好了 對 要把老師剛剛提醒的 就是你趕快算一算你的生命靈數 這個顏色穿著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如果景文的話 我不曉得他的生命靈數是幾 但是如果他穿了這一個 今天的色系 藍色跟所謂的黑色的話 如果他的生命靈數不屬於90 就不好了 對 抽不到大家 是 但是景文你本身也主持過 像這樣面影的節目 你是不是也有一兩招的 這種尾牙開運的方法 因為相信很多上班族 聽到最多就是穿什麼 紅內衣內褲 然後穿什麼紅襪子 其實我在老師身上也學到不少 因為我知道 一命二運三風水 世紀功德五讀書 所以這個風水真的非常重要 你知道我去 我有一年去吃飯 人家偷尾 我就坐在那邊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個員工 他就在桌上點一個紅色的蠟燭 點個好突兀喔 你吃飯在你自己前面 很突兀對不對 對 就是那種紅色小小的蠟燭 我說你點了 他說這是光明燈 對 然後他把他們公司最大的獎 寫在蠟燭的底下壓著 他說他點光明燈 然後還有就是那種 他把去年公司 抽到最大獎那個人的名字 用白色的紙條 是 寫在自己的腳底下 把它踩在底下 讓他今年不能抽到大獎 這樣他就有機會了 對 還有基本上 就是也是老師說的這個方法 就是用五行相生的能量 還有五行的能量 去就是幫助自己 就是木活土精水嘛 那我 因為我有一年是做那個巨寶蛋 對 就是五行相生的能量 就是木就是綠色 火就是紅色 土就是黃色 金就是白色 水就是藍紙黑都是水 你就拿那個五個顏色的豆子 或者是五種顏色的水晶 把它放在一個小的包包裡面 然後它就會就是能量聚集 我覺得這個也還滿有用的 對 其實那個 錦溫做的那個巨寶蛋 其實呢 有好多商家 他們都會在那個收銀機 擺上這個東西 對 據說有招財的作用 是耶 所以在尾牙當天 不管你是要穿這個紅衣 紅紅衣褲 或者是說你要穿一些 比如說點一些這樣的紅蠟燭 或者是現在 趕快去財神廟來拜拜之外 還有就像剛剛老師提醒的 你可能在尾牙宴上面 要挑個好位子 要穿對顏色的衣服 但是不管如何 我們要先在這裡祝福大家 這一個年終獎金賺飽飽 尾牙大獎統統包 是不是要祝大家好運旺旺來囉 感謝今天三位來到節目當中 也感謝你的收看 下個星期請持續鎖定 新聞大追擊 我們再會